同时我再说说拍间 中指有没有感觉自己发力的 大家看中指是怎么发力的 你看我中指是卡在哪 中指是卡在 看到没球吗 卡在中指的这个骨解的位置 然后你看 你正手拉球的时候 你正盘手有转换没海哥 握盘是不是有转换 对我也是有转换 你正手拉的时候它卡骨解 对不对 我们回来的时候 叼动反手的时候 我帮你握它肯定会偏钱 偏钱以后它放松的时候 你感觉拍间卡在你这个手上 就卡在你那个手指上 它就像把这个肉挤住了一样 你不能让它很有空间 你有空间这手腕就太帅了 有的人说浅握很舒服 你浅握之后 你除非你制动和爆发力特好 对不对 不然你这拍头一定是晃的 明白了 都是这样 我看它们 对我们在出球的时候 它的这种感觉像什么啊 就像那个我一引拍你看 它压着我这个肉 在出去以后你看我中指的一个发力的传导 它就相当于使劲往上顶拍 你顶这一下拍为了是什么 你看就放松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 一顶拍放松 一顶拍 我跟大家讲这种引拍是为了 这种顶拍是为了什么 有的时候你一僵硬 有的时候你一僵硬 你一紧张 你动作就做不出来了 这样了就 对动作可能做到这儿 或者变成这样了 对 你顶这个拍是为了让你拍头转动 是为了让你有这个摩擦 所以你仰成手指顶拍 顶发力的感觉 一个是起到一个触球以下的这个制动和爆发力 更多的是什么 是为了你在接触到球的时候 能把你手上摩擦动作做完 因为手指的发力它是有限的 手指的幅度它也是有限的 对不对 它不像臂 我可以撑到这儿 我手指再怎么手腕撑 我就能撑到这儿了 它最主要的动作 包括发球 为什么要有手指手腕动作 就是为了让你在接触到球的时候 能够不要忘记你还有摩擦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可能忘不了收臂 我们可能忘不了向上 我们可能忘不了转腰 但是我可能忘了摩擦 所以手指手腕的这种顶也好 摩擦也好 它实际上就是为了让你知道 你现在接触的旋转 是需要你靠摩擦来抵消或破解的 那么我们当我们接触到球的时候 我的手腕自然放松 我有大拇指和中指的顶发力这一下 那么我才能把我的 因为你看你中指一发力 你拍头必然是转的 你看 你试试 你中指一发力 你拍头肯定得转 肯定得转 你不转 它做不到 对 我要中指这样的话 它就到这儿了 对啊 但是一顶出来 这块 这块包括大拇指动作 就像什么 一压 一摩 它这个动作 它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 你要是比赛打起来的时候 你很有可能 尤其是没练成一个条件反射 和肌肉记忆的时候 你很有可能就忘了 你知道做动作 但是你忘了摩擦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反手拉的时候 我给球友看看 我问问大家 中指有没有磨出手脚的 有没有 大家看我这都磨掉多少层皮 能看出来颜色的不同吧 我的皮都磨掉了 不知道多少层了 对 咱俩一样 你不也掉吗 有没有 有没有中指能磨出脚子的 还有就这个位置 横盘的这个位置也是脚子 这个位置 有没有 这个位置 这都是应该有脚子的地方 这个位置 我那天正手讲的 正手讲 正手的中指也是有传导的 你看 大家看我中指 反手的传导也是有 对于这个直盘横打的话 我刚才讲了 其实你的这个大拇指 里侧的位置 以及你大拇指内侧的地方 它在发力的传导是更重要的 对 所以在接触到球的时候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实际上 无论是正手还是反手 就顶这一下 来 海哥你发 就这一下 反手 这种摩擦都是靠什么顶起来的 靠手指手腕 因为它没有什么太多的前臂大臂动作 是吧 我 没关系 没关系 目今天的 向下